深夜凌晨叫車急轉彎 黑色保時捷超車衝了上來 再下一秒 保時捷撞上防撞感 車尾高高翹起在重摔地面 心動畫面再看一次 黑色保時捷突然向左急切 卻完全殺不住 發出巨大剎車身後 猛力撞上防撞感 車可零件瞬間四散擦出火花 後方駕駛目睹 嚇出一身冷汗 到底怎麼開的 警方火速到場一側 原來近是就駕上路 17號凌晨4點多 48歲的黃姓男子 校舟聚會朋友送回家 卻突然想起有事情沒處理 又開著保時捷出門 但在木柵路四段 卻發生自撞事故 價值800多萬的愛車 全撞爛還遭移送法辦 警檢測職為美工生0.7毫克 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險罪 移送台北地檢處偵辦 走最超車險身事故 還好後車快殺 若二次追撞後果 不堪設想 記者謝橫如彭新妹 台北報